開車上國道 驚艦前方濃重黑煙 不斷竄天 場面驚鬆可怕 嚇得高速公路上的車輛 速度全都放慢 接到民眾發案 說高速公路下面 旁邊很大 後面的一些雜物在燃燒 燃燒面具大概30坪 30坪公尺 只是大概20萬元 沒有任何受傷 恐怖黑煙就在 國一雲林湖尾段 從即時路況看到 大量團撞黑煙不斷上升 下層的黑煙還瀰漫到國道上 引發民眾恐慌 警校互報立刻出動 八台消防車 及大約二十幾名的 消防隊員前去滅火 這處冷凍蔬果倉庫不明原因 後方雜物突然起火燃燒 倉庫瞬間遭到黑煙火車吞噬 燒到焦黑 還竄到國道影響行車失線 索性救火及時 半小時內就將火勢控制 才沒造成人員傷亡 及車禍發生 記者 廖文斌 揚聲 彭宇菲 與你採訪不到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 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